出方要上山去 这个是这个唇庄里面的最高点 阿伯 我们先去 先去 先去 把我抢的啦 对啦 来 预备 起 来 先洗 我姓郭 名字叫杨娇 我是居家服务员 然后我做这份工作已经178年了 一 二 一 二 这两三 来 我开始就放下去这样 我刚才来看 来咯 喝一下吧 会是吧 把我洗个澡咖 煮个饭 来 去 好喔 好 来 杨娇姐她从事居服大概十几年了 她在服务个案都很稳定 然后再来就是说经验也非常的丰富 衣服你也没头见 要站好喔 好 那其实我们居家服务的那个规定就是说 你只能做服务以内的工作 可是她常常都会顺手帮老人家买东西 对 做额外的服务啦 你这边洗过了 洗过 洗过了 那个对重领部分也没洗 27岁的胡文豪 年纪虽轻却已经是有将近十年照护的经验 那我先冲 对她来说 居家服务员不仅是一份工作 更是住人的行业 因为她是原本是家中经济主要者 那她倒下来了 两个老人家就救务农的 最大的儿子才18岁 那我去做协助去做指导 她们在那段时间 至少是有一个喘息 一两个小时的时候 是能够放心地做她们自己要做的事情 买到洗衣服务 我们就很烦恼了 我的孩子很严重 我买到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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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到准备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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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17年 观山慈激医院 看到乡镇老年人口增加 配合长照2.0政策 开始各项长照服务 今天有建立一个年轻人 他大概47岁 然后他是六色的老痛风 其中居家服务业务 让有需要的家庭透过申请核准后 居服务员就可以到岸家服务 项目包括身体照顾 家务服务以及精神支持等 我们的家庭 会这样想是因为我们大概 我们自己的部落也是这样子 大概年轻人都没有在家里 留下来都是长辈 把这些长辈呢 照顾长辈的这些工作呢 就由我们来代劳 让他们可以安 可以年轻人 就可以在外面好好的打拼 你这陈米开架 我洗衣服 好